武汉大学9月26日下午举办2020级本科生开学典礼 典礼上,学校为投身湖北疫情防治一线的医护人员子女代表颁发了洛家爱医基金奖励证书 同时为感谢湖北省和原厄医疗队一线医务人员为湖北疫情防治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 武汉大学决定,对2020年通过高考录取到该校的投身湖北省疫情防治一线的湖北和原厄医务人员子女 给予每人一万元人民币的关爱资助 今年,该校录取此类新生61名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生蒋一博的父亲蒋铁剑 是中南大学乡亚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曾于今年2月7日至4月1日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重症病房战斗近两个月 当天,蒋一博作为新生代表在开学典礼上发言 作为一名五大新人 我们不仅要继承黄黄五大百年沉淀的优秀传统 进行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校训精神 还要在心无旁骛、潜心智学中汲取养分 更要放眼未来、学成之用、服务于国家、社会 典礼现场播放的医护人员一线战役视频 勾起新生徐赛赛的眼泪 身为武汉人,徐赛赛亲历了武汉从治安走向复苏 见证了医护人员的逆行奉献 填报志愿时,她毅然选择了临床医学专业 因为这是疫情的背景 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可以和时代同频共争 在时代的洪流中投身自我 将小我融入时代的大我 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表示 希望学生传承五大制成的家国情怀 属爱国心,利爱国志,主动担起时代重任 传承攻坚克难,追求卓越 久久围攻的学术精神 做一个求真好学的五大人 传承五大人厚德在物 达记天下的大爱精神 主动地去关爱他人,关注社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